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个让人深思发人觉醒的故事 未来世界中,人类已经掌握了基因密码 解决了困惑多年的疑问 依靠此项技术,人类可以随意修改未出生的孩子基因 从父母双方基因中提取最优秀的密码组合 生出来一个完美无趣的精英 也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改成想要孩子的样子 反正就是只要出钱,没有办不到的事 同时,小孩刚刚出生,只需要一滴血 便可以判断出他未来有什么病,会在多少岁死亡 有什么性格都会用数据解读出来 由于改过基因的孩子比自然出生的孩子优秀 所以直接导致很多父母选择了修改基因 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社会中的精英 依照这种热潮的发展,社会中逐渐分离出两类人群 一种是改过基因的精英人群 另外一种是自然出生的普通人 所以正常人类,他们却被视为不正常 精英人群轻轻地将他们称呼为缺陷者 意味着缺陷者身体中的基因比较劣质 男主名为文森,他是一名自然出生的孩子 表面看起来非常健康的他 却被一滴血检测出了未来 医生根据数据报告得出 文森患有精神病的几率是60% 患教育症的几率是42% 注意力不集中的几率是89% 患心脏病的几率是99% 寿命预估是30.2岁 面对这个答案,父亲表现得很失望 而妈妈却很开心 她相信文森一定会做出一番大事业 文森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一个缺陷人 家人生怕文森摔倒骨折啥的 直到有一天,父母商量要再咬一个孩子 利用高科技将两个人的优秀基因集合到一起 重新培育出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精英人才 弟弟的出事令父亲感到很开心 并把认为最好的名字给了弟弟 文森心里很明白自己受到了歧视,但是又无能为力 他想证明自己也很优秀,也可以成就一番视野 于是经常和弟弟比赛向深海游泳 看谁会是第一个停下来的懦夫 结果显而易见,弟弟的身体素质远远超过了他 文森这样的自然人深受社会的不友好眼光 所以他讨厌这个名为地球的世界 从小立志逃离这颗星球,去往属于自己的外太空 可以说文森根本就不相信所谓的科技数据 他宁愿相信自己会是那百分之一不会得心脏病概率的奇迹 他努力学习,努力证明自己不是垃圾 但是科技数据是当下的标准 即使文森很优秀,他也无法通过航天局的面试 受到如此打击,文森本打算接受自己的命运 在一次和弟弟重新比赛游泳时 弟弟失败了,还差点因为体力不治而淹死 最终还是文森拖着弟弟回到岸边 这件事情让他重新燃起斗志 数据可能有权威性 有一点是科技无法解释的 那就是奇迹和无法预测的人生轨迹 他决定脱离现在的家庭 为自己的剩余人生拼一把 脱离舒适区 前往未知的陌生地方远征 这种勇气我相信是很难得的 值得敬佩的 步入社会的文森依然坚持自己的航天梦 虽然不能直接作为候选人进入公司上班 但可以作为底层人物看他们起飞 只要能够距离航天更近一点 文森就永远还要机会 他和其他自然人远远不太一样 其他人早已经麻木 臣服于无奈的现实 他们嘲笑文森 不要把玻璃擦得那么干净 免得你胡思乱想 而文森很开心地回答 只有把玻璃擦得更干净 我才能更清楚地看到我的梦想 你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我在里面做些什么 为了能够进入航天局 下班后他在家里疯狂锻炼体能 努力将航天树基背得拱瓜烂熟 不过此时他的心脏病已经开始显露出来 无奈之下他决定走不寻常的路来实现梦想 社会中的精英人群中 有一些会因为各种奇葩问题 会将自己的名字借给自然人 让自然人替代自己前去上班 赚到的钱分给精英 用意维持自己不愿放弃的奢靡生活 这种行为在当时是违法的 一旦被发现两个人都要接受处罚 文森很是幸运 他遇到了一位因为爬山摔断脊椎的精英 杰龙 杰龙曾是著名的游泳尖将 还获得过银牌奖章 残疾的事情目前社会人士并不知道 他已经习惯了奢靡的生活 而且不愿让别人知道他残废了 对于做了一辈子精英的人 残废意味着他成为了垃圾 这个称呼他是无法接受的 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侮辱 他需要由一个人来替代自己 接着维护名誉 同时也需要为自己的开支赚钱 他和文森的交易很简单 文森尽用杰龙的名字 杰龙则要为杰森提供假身份的尿液 血液等各种人体组织证明 为了能够完成自己的梦想 杰森做了一个小手术 用来接近杰龙的身高 很快 文森用假的身份得到了面试机会 不需要各种提问 也不需要考试 只需要一滴尿液 便可以判断是否通过 利用杰龙精英的DNA 文森顺利地通过了面试 为防止文森的毛发质类的东西 会被检测到 他每天都会认真的清理身体 去掉死皮 然后放进炉子里彻底焚烧 和他想象中不同 杰龙和他十分相似 文森作为缺陷人 因为缺陷而烦恼 杰龙作为完美人 他必须时刻保持自己完美的身份 对他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接下来的生活 杰龙细心为文森准备血液和毛发 文森则成为杰龙 重新活了一次 首先抛出杰龙优秀基因的优势 文森在航天局的表现非常优秀 模拟了一百万次的案件 竟然没有一次错误 他的成绩远超于其他在座的 真正精英人群 仔细想想便十分的讽刺 文森的表现得到了老头上次的认可 管理层审核后 决定让文森前往T弹星球 看查 要知道 这可是几十年才会有一次的发射机会 文森上班迄今非常的小心 时不时的系出掉自己掉的皮屑 然后故意将杰龙的体屑撒进键盘 把杰龙的头发留在梳子上 负责检测的医生 每次看到文森的那个都不自觉地夸赞他 主动提出自己孩子的事情 却每次都被文森打断 如果不出意外 文森会不为人知地前往外太空 可在关键时刻 一位杜岛知道了文森的底细 事情就是这么巧 杜岛突然被人谋杀 案件惊动了侦探 一时间开始了全面调查 文森表示肯定不是自己杀的 这么做太危险 女同事爱琳嫉妒文森的优秀 偷拿了数字上的头发做检测 结果当然是没有一点毛病 侦探们将所有人的毛发收集了起来 逐一排查 他们发现了文森不小心留下的眼睫毛 侦探安东认为 杜岛的死大家都漠不关心 可以看得出来 杜岛的为人不咋地 听说他最近还要取消酒杯的起飞计划 安东猜测很有可能是惹到同事的不满 遭人报复才会被谋杀 他要求新的杜岛停止当下的工作 重新排查 新杜岛坚持工作为主要 调查是次要的 傍晚下班 艾琳找到了文森 告诉文森 他其实被鉴定有心脏衰竭的危险 所以飞上天空 根本就没有机会 文森对此毫不在意 因为他也是被歧视过的人 他对艾琳的态度 让两个人关系拉紧 晚上 他们约会在一家酒吧喝酒 很不巧 两个人打算回家时 遇到了侦探查车 文森顺手将以兴眼镜扔了出去 好不容易通过了案件 艾琳却要文森穿过马路 对于高度近视的文森就无疑是自杀的行为 但他还是跟着艾琳看到了美景 两个人的情侣关系基本上已经确定 这天 侦探决定再次用血液检测 文森早已准备好结龙的血液 趁着抽血时 故意将其掉包 很幸运 他再次躲过了机器的检测 紧接着 文森晚上和艾琳约会 侦探碰巧在他们酒馆排查 就是这么不凑巧 文森毫无准备 一旦被查到 坐牢是逃不了的 于是他打伤了侦探和艾琳逃跑 之后 两个人发生了神秘的活动 此时 侦探安东已经开始怀疑文森的身份 专门跑到航天局调查文森的底细 艾琳知道后 提醒文森暂时回家休息 艾琳并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 但他爱着文森 他告诉安东 文森今天没有上班 在家休息 安东并不相信他的话 要求去家里做调查 紧急日下 在家的街楼马上准备好一切 假装自己的腿没有残疾 接受了血液检测 安东依然不相信眼前的一切 因为他知道 齐耶森真正的秘密 齐耶森就是他离家处走的哥哥 关键时刻 侦探查出来杀害都道的真正凶手 就是文森的新都道 白发老头 他因为和都道退迟发射计划 问题上出现不同看法 激动之下将他谋杀 维护了计划不变 发射计划十分的重要 因为70年才会遇到这么一次 老头希望死前可以见证这一刻 安东终于明白 凶手不是自己的哥哥 他找到哥哥理论 劝他放弃现在的一切 安东并不理解 哥哥为了能有这么一天付出了多少 这其实天生就是精英基因的弟弟能懂的 弟弟不需要多少努力 便成为了侦探领导 而哥哥却拼尽了性命 都不一定有面世的机会 这种不公平 哥哥比谁都要清楚 两兄弟再次来到海边 进行最后一次的比赛 当他们游了很远之后 安东认输了 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着精英基因的他赢不了哥哥 文森告诉他 我能赢 是因为我就没有想过要游回去 每一次的比赛 我都是抱着必死的心努力 我知道自己和你们有着巨大的差距 如果我不这么拼命 永远都没有机会实现梦想 这一次 哥哥第二次就下了弟弟的命 飞天前的一晚 艾琳得知了文森真正的身份 艾琳并没有告发他 名字只不是一个代号而已 其他任何人都可以叫杰龙这个名字 艾琳喜欢上的是文森这具灵魂 他们的爱是纯真的 不缠任何杂志的 离别时 杰龙交给文森一封信 让他起飞之前才可以打开 家里已经为他准备了两辈子用的毛发血液之类的 和文森相处的这段时间 杰龙明白了很多道理 与其说文森收获得多 不如说杰龙收获得更多 杰龙只是借给了文森的名字 而文森却把梦想分享给了杰龙 两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圣死兄弟 生空之前 文森需要做尿检 医生终于把儿子的事情说了出来 他儿子是自然人 从小的梦想就是进入太空 但由于基因问题 他并不能完成梦想 文森的假山份 医生一开始就知道 杰龙的信息中写着他是右撇子 尽管文森平常很是小心谨慎 但习惯这种问题很难修改 尤其是上厕所 一下就暴露了文森的假山份 医生识破了他们的把戏 并没有拆穿 他的儿子和文森一样 都是可怜拥有梦想的人 他非常同行文森 所以故意让他通过检测 放飞自由 努力去寻求自己的梦想 看到这一幕 令人十分感动 自己的儿子或许完成不了儿子的梦 那么就让他人替代 接着将梦去实现 这是一个父亲多么大的无奈和愧疚 最终 文森如愿以偿地飞上了太空 杰龙躲在焚烧路 自杀了 从此 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杰龙 再也没有文森 他们两个合而为一 成为后世景仰的先驱者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名为千军一发 有名变种一杀 是一部非常优秀 精彩的励志电影 我沉迷文森这样为了梦想 敢于放弃生命的运感 也想像他一样 放下一切去追求 现实却是 很多羁绊 恋力无法复制与行动 我只能羡慕文森 在心中景仰 看完本片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假如真的基因可以改造 那么自然人 就甘愿做一个 备受歧视的人吗 一个形同形式般的 空虚灵魂 我们大多数人 都是平凡人 更有身者 是有缺点的人 没有什么特长 也没有什么家境 有时候运气还不太好 生活环境也很艰难 但是 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 没有什么可以限制 你的决心 你的毅力 和你的勇气 强大的心灵 足以支撑残破的身体 和灵魂 虽然看起来是一碗 鸡汤电影 但我依然要说 干了这碗 毒鸡汤 下辈子 我们还做有梦想的鲜鱼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